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错把准备扔完垃圾去银行存的十一万现金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后来求助了民警 几经周折才找回来 你们想过吗 这个新闻本身虽然有一点荒谬 但是它令人羡慕 这哥们就一辈子我们谁能体会这种叫灰金如土的感觉 然后我们这个卡斯今天没来啊 叫这个海员 海员听说之后 我觉得这种感受很好 穷了一辈子就想享受那种灰金如土的感觉 于是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家五块六 拿到一个垃圾桶边上啪就扔进去了 不着急捡 在这慢慢体会这种灰金如土的快感 还扔下 巨款扔下去了 正体会这半截儿 这个小区的阿姨们出来扔垃圾 一天家里阿姨扑扑扑扑 就把那个垃圾桶就扔满了 他就疯了 这怎么办 我的全副身家还在里面啊 就开始翻这些垃圾 一个一个翻 一个一个翻 旁边阿姨看到小伙子在翻垃圾呢 就没有走 反正也没有事情做 就在这看着他 于是就目睹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小伙子从翻垃圾桶翻垃圾桶 翻出了五块多钱 拿在手里特别高兴 而且海员回来还跟我们说这个事 由于是很仔细地翻了那些阿姨扔的垃圾 才找到这些五块多钱 发现垃圾里面有一些值得回收的东西 通过这次行为 他的身家翻了一番 其实现在的生活当中 让人纠结的事情很多 很多男生都在纠结 到底给女生送什么礼物 在这里呢 王哥教你们一个方法 好不好 特别简单 你就是跟偶像剧就行了 偶像剧里面流行送啥 你就送啥 最近最红的那个偶像剧 是吧 里面送的小棉花 所以在最近几个月 能给女生送小棉花的男生 通常都会交到好运 等一下 王哥 好像我给斯文也送了小棉花 好像不太管用 你送了十斤棉花 你那是送被子好吗 扶贫 在生活当中呢 只有那么一个瞬间 因为你的不小心 然后产生了一些尴尬时刻 通俗来讲呢 就是每个人都有犯二的时候 比如说出门了 忘带钥匙 没带手机 没带钱包 还有穿着拖鞋 在马路上 一天了都没发现 对吧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尴尬时刻 但是仔细想一想 这些尴尬 本来都是可以化解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有请王自建 要对这些小糊涂蛋们说一句 你可长点心吧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 六个核桃 今晚八零后脱口球 我是王自建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我们现在出门 最需要掌心的一件事 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是交通 不管是开车 还是参与交通 都得涨点心 尤其是开车的时候 比如说我一个同学 平直开车开得挺好的 好像开高速 也没有犯困的毛病 但是前两天 开了高速 从北京去天津 然后就在朋友圈 晒了一个 在津津高速上面 刮蹭了护栏的朋友圈 我就很关心 我打电话就问他 我说你平直开车开挺好 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 我说自建 你不知道 我那个开车是睡着了 我说北京到天津 一共就开一个多小时 你有什么可睡的 你到天津再睡不行吗 不是自建 我跟你说 因为我去天津这趟 我说拉个顺风车 我说拉顺风车更好了 有个副驾驶的人 一直跟你说话 你怎么会困呢 你不知道 我拉上的是咱们语文老师 我一个朋友 前阵子夫妻二人 一起出去自驾游 还觉得挺浪漫的 对吧 但是老公开车 开着就疲劳驾驶 要睡觉 他妻子特别好 坐在副驾驶上 就怕老公睡着 怕老公睡着呢 就一直给他讲笑话 陪他一起唱歌 给他低风油惊 是吧 都不管用 那哥们还是要睡着 但是得说他老婆有办法 最后用了一招 哥们立刻就醒了 那就是玩他的手机 所以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下 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睡觉 还有一个事就是行车记录仪 行车记录仪希望各位呢 能装的都装上 对吧 哪怕不是开车 就是行人 也希望你们装个行车记录仪 还有就是呢 如果路上看到了交通事故呢 不要围观 是吧 因为一般来讲路中间有了交通事故 你一围观 你在远处看不见 人推人人挤人 很容易就站到 把路挡住之后 你在那看一起交通事故呢 你很快 就可能会拥有一场 属于自己的交通事故了 但是说到这个事呢 我也得自我检讨 因为我现在 大家知道我瘦下来以后呢 我就多了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自拍 原来不太喜欢自拍 就是瘦下来之后 真的是疯狂喜欢自拍 那天我就是走在马路上 我就看那个 景色很好 我穿流不行 我拿出手机 咔就在那儿自拍 差点被车撞到了 司机摇下窗户了还骂我 骂的话非常有道理 而且很难听 他问我 小伙子给自己拍一项呢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直播 对吧 就有好多人 在大马路上溜达着 你拿个自拍杆 开个直播 关键他还戴耳机 你就听不到 汽车喇叭的声音 而且你的视力 在这个注意力 也一直在手机屏幕上 你什么都不知道 很容易出危险 这些朋友 你真的很容易出危险 但是后来我想想 这些主播 是不是就奔着出危险去的 那些看他直播的人 就说哎呦 这个人一直在马路上走啊 看着手机戴着耳机啊 什么时候被车撞啊 就跟那儿看 对不对 等到他真的被车撞了 哇 指甲一翻 一堆人就跟那儿刷666 对不对 直到救护车来的时候 他还举着手机说呢 老铁们双击666 我这把如果能出来的话 下把我害是 害来 还有一个必须得说的 开车 不管是哪个位置 哪怕是坐在后排 要系安全带 这个我用一个 我亲身经历告诉你们 安全带是能救人命的 不系安全带是真的会死人的 那天我跟王建国一起出去 如果不是我强制要求他 必须得系安全带的话 他都不知道 他已经快要胖死了 而且系安全带 还有很多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 现在有的时候 那个你开高架或者高速 他有那个摄像头 是拍前面的 你知道吧 他就是能智能识别出来 副驾驶或者驾驶位的人 有没有系安全带 我一个哥们就是 不系安全带 被拍下来了 结果我跟你讲 这个事故大了 妻离子散 不系安全带 被拍下来之后 他老婆去帮他处理这个事故 那张照片上是他 和一个漂亮姑娘 当然其实现在 北京 上海 我们叫外卖非常方便 但是我们得知道 外卖小哥呢 在这里给你们提一个意见 好不好 就是虽然我们生活 非常需要你们 我们也特别希望 我们点的餐能准时地送达 但是要注意 整个社会的交通秩序 现在有的时候 走在上海街头 就发现那些 送外卖的小哥们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 但是不要横冲直撞 这真的很危险 这件事情上 后来我想来想去 我能用一个什么办法处理呢 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我就给那些 点完外卖以后 我在备注里面 给送外卖的小哥留言 我就让他开得慢一点 刚才我说 请骑车慢一点 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后来我就改了 这么一条留言 我给他写的是 撒出一点汤 就给差评 当然 情侣之间 有的时候 女生说的话是反的 这些话呢 男生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 过节日的时候 两个人异地 然后你去陪女朋友 忘了买礼物 你会跟他说 亲爱的不好意思 我忘了给你买礼物 然后女生会说什么呢 说没关系 你人来就好了 这句话是反话 他的正话是 正话是 你人来不来 无所谓老娘的礼物 在哪里 明白吗 如果你坚持认为 他说的是正话 并且持之以恒的 这么做的话 他早晚有一天 会不跟你说反话的 他会跟你直输胸义 会跟你这么说 没关系 礼物呢 要不要的无所谓 你人呢 也别来了 说到长点心这个事 就不得不提王建国 王建国真的是 一个特别马虎的人 有一次 在家又自己 动手做酸菜鱼 结果呢 就是把洗衣粉 当成盐 撒到锅里去了 然后开始 咕嘟咕嘟咕嘟 是吧 那个王建国跟着 哎呀 这个鱼是新鲜 是吧 都已经切成片了 还能冒泡呢 但是就当他意识到 自己马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决定自己 不能这样下去了 于是呢 他去找医生 想看看怎么解决 然后他找了个医生 穿白大褂了 就跟人说 大夫我跟你说 我这人特别马虎 是吧 粗心大意 是粗之大意 马马虎虎 经常办错事 你说我是不是 有什么毛病呢 我是不是在这方面有问题 我该怎么治呢 然后那个医生 是这么跟他说的 说小伙子 你那粗心的这个毛病 你肯定是有 为啥呢 因为我是个厨子 说到这种粗心大意的事 其实好多人都有 我们有的时候 就不知道自己的脑子 飞到哪里去了 我们好多人都有这种经历 戴着眼镜 找眼镜 拿着手机找手机 对吧 这真的是莫名其妙 那天我们在办公室 开完会 大家准备走 我们那个女编导乐乐 这时候拿着手机 跟他都急疯了 我手机呢 我手机呢 你们快帮我找找 我手机呢 所有人跟他捂着嘴 咔就乐 都憋得不行了 我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然后我就指指他的右手 我说 你看 看看 指他的手 他一看 王哥要不说 还是你聪明 是吧 我怎么都没注意到呢 我给自己剥一个 生活中丢三落四 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所以每个人在出门的时候 都会检查一下 自己出门 有没有忘带东西 但是大家用的方法不一样 是吧 我一般出门的时候 就是摸兜 钱 腌 药 机 就是钱包 腌 钥匙 手机 钱烟药机 一摸 有了我就出门了 但是呢 有的人就是不是我这样 说那个什么 在手机开了一个备忘录 每次出门之前打开手机 看一眼备忘录 还有人弄了一个APP 然后跟门那儿 还有一个硬件连接 只要一过门 手机就跟他说 带手机了吗 带钥匙了吗 就会说话 但是乐乐表示呢 这一切都非常的不人性化 太科技了 那我们就问他 这还不人性化 怎么人性化呢 什么样的提醒叫人性化呢 乐乐笑着跟我们说 我妈 但是我们要知道 妈妈的提醒 虽然很人性化 但是手机的提醒 你想让他闭嘴的时候 他会闭嘴的 有的人呢 也是过分小心 比如说有多少人 有这个问题 下楼之后想 哎呀 我锁门了吗 对吧 哎呀 煤气关了吗 哎呀 水龙头关了吗 哎呀 冰箱里 东西拿出来了吗 都会这么想 然后这后来 慢慢就会发展成 一种强迫症 就会让你自己 再回去看一下 哎呀 都锁了 又出门了 反复这样之后 当然给生活中 造成了很多麻烦 然后呢 会让你的生活 变得非常烦恼 但是也有好处 你自从患上 这个强迫症之后呢 你可能减肥就成功了 其实有的时候呢 人会被一个 特别高兴的事情 完全冲昏头脑 多聪明的人 都可能会忘记 生活中一些小节 举一个 史严老师的小故事吧 当年史严老师 高考结束之后 成绩下来了 然后去街道 拿他的交大录取通知书 拿到交大录取通知书 那一刻啊 史严老师 觉得自己整个人 都不一样了 神采奕奕地回到自己家 还跟自己爸爸说 说爸 我回来的路上啊 我觉得我拿到 交大录取通知书 那一刻 我就不一样了 整个在我回家的路上 我看到路上 那些平凡的老百姓 他们看我的眼神 都不一样了 他们难道能感觉到 我拿到交大通知书了吗 还是说 就是你常教育我的那样 叫富有师叔气自华 他们能感受到 我的才华 对不对 爸爸 他爸看着他 交大录取你了 是吧 好 首先恭喜你 另外呢 我告诉你一个事啊 你那个裤子链没了 史严老师在刚结婚的时候 这个为了怕忘记纪念日 就把这个纪念日呢 什么什么都搁在手机里了 然后手机丢了 丢了之后呢 其实他也不是不记得纪念日 但只是刚好那天丢手机 人就非常的愤慨 是吧 心情不好 那就真的忘了 丢了手机三天 突然之间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打过来 然后他接起来说 喂 您是谁 你先别管我是谁 接下来我跟要跟你说的事情 跟你老婆有关 什么 我老婆是不是在你手上 你们要把她怎么样 不是 我们不会把她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不好好听我说的话呢 她会把你怎么样 你说你要干什么 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手机丢了 对啊 我手机丢了 今天呢 是你跟你老婆的结婚纪念日 记得买礼物 我食言一听 特别感动 哎呦 哥们 谢谢你 谢谢你 不是你说我就忘了 要不然我就惨了 哎呀 真的 太感谢你了 没事 这个前两天呢 也是我跟我老婆的结婚纪念日 我就准备礼物了 哦 是是是 那请教一下 你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就是你的iPhone啊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六个核桃 今晚八零后多个酒 我是王子健 谢谢大家 谢谢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闯荡 因为文化差异 因为地域 因为南方和北方 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有一些尴尬的时刻产生 那来自广东的暖男小枫 她会有什么样的尴尬瞬间呢 来 欢迎小枫 大家 我是崇晓峰 其实很多女生啊 尤其是单身的女生啊 我觉得真的需要长点心啊 比如说我有一个女闺蜜 她就跟我说 晓峰 不是说 现在的男生都喜欢那些做运动的女生吗 可是我天天做运动 都没有男生喜欢我 你得搞清楚啊 人家说喜欢做运动的女生呢 是指那些跳舞 瑜伽 健美操的 不是你这种 标枪 举重 扔千球的 那你做什么运动啊 眼保肩操 就如果是已经在一起的 或者是已经结婚了呢 我觉得这时候啊 男生就需要长点心了 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为上 比如说啊 之前我们80后的这些演员呢 一起去跨年 大晚上的在外面 特别的冷 而且斯文他只穿了一件小礼服 哇 冷得一直在那里发抖 成禄在旁边居然无动于衷 这时候 我看不过去了啊 我就把我的外套 就过去给斯文披着 要成禄看到了 他就很不爽 他就跟我说 晓峰 人家也冷嘛 就说男生啊 有时候在一个情侣关系 或者夫妻关系里面 需要长点心啊 然后成禄之道之后呢 就特别想学习一下 他就过去跟斯文就说 老婆 你爱不爱我啊 就斯文就听了就很懵啊 哎 老公 这种事情你问出来 你要严肃一点 你要认真一点 你要正式一点 问 知道吗 然后成禄就想想 哦 认真一点 请听题 你到底爱不爱我 其实啊 我们的舞秀演员 最需要掌心的 就是我们的演出 就是要对观众负责任 所以希望观众能 给我们一点鼓励好吗 这就是问题了 为什么每次说鼓励的时候 观众都只是鼓掌 就不能纯粹地 发个红包吗 就很单纯地打点钱 这才是鼓励啊 就很奇怪啊 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时候 鼓掌就变成了一种鼓励 是吧 你想想啊 如果小时候考完试 回家跟妈妈说 妈 我今天考试考了100分 能不能给我一点鼓励 好的儿子 我觉得父母啊 也需要长点心啊 比如说我妈啊 我妈就这一点就特别 做得特别好 她特别关心我啊 就比如说 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 学校会严格要求 一拥一表 男生的头发 不能给我眉毛什么的 然后我回去啊 就跟我妈说 妈 老师说 头发不能给我眉毛 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修 我妈就哦 然后把我两条眉毛给剃 其实当我长大 做演出之后呢 我妈也特别关心啊 其实我一开始 做演出的时候啊 我特别的担心 我害怕观众 看完之后会不喜欢 然后我妈就过来安慰我 她说 放心吧 孩子 聊乐观一点 说不定压根就没有观众呢 妈 她们个个都说我不行 可是我只是希望 你能肯定我 好的孩子 你肯定不行 好 谢谢大家 我求小枫 谢谢小枫的这个尴尬分享 其实呢 尴尬我觉得在平常生活当中 偶尔放一放二是可以的 但是每个人一生当中 总有那么几天 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日子 这个时候如果掉链子 就说不过去了 那针对这样的现象 我们现场唯一的女性斯文 她有话要讲 来 欢迎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的主题是 长点心吧 对吧 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呢 带孩子都是特别不长气 就是马马虎虎的 比方说我一个朋友啊 他最近经常被孩子倒的是投诉 因为他每天早上 送孩子到学校门口 就会发现 孩子忘带了 真的 你说这样的家长 他能教育好孩子吗 你说这个孩子 他遇到这样的家长 他得多高兴啊 天天都不用上学 对吧 开玩笑了 我觉得家长呢 带孩子还是要仔细一点 长点心 对吧 要不然你说 孩子怎么能考上教大呢 还有现在很多学校啊 他开家长会 他给家长排座位 就是要按那个小孩的成绩来排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是很多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呢 他的家长只能坐到后面 比如说我们的池子 池子 对 成绩不好嘛 而且上课经常说话 所以他爸爸呢 每次开家长会 都只能坐到最后一排 爸爸就很郁闷呀 回去说 池子 你能不能找哪儿行 能不能让爸爸以后 坐到前面好不好 结果呢 果然不出所料 下一次开家长会呢 池子的爸爸真的到了前面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老师跟他说 池子爸爸 你能不能不要在后面 跟其他家长交头接二 给我站到前面来 不光是这样啊 还有后面好几次家长会 池子的爸爸都是站到教室门口开的 还有一些男人啊 我觉得有一些男人 真的要长点心了 比方说我经常去健身房里面啊 就会看到有一些男的 就是练那个气血 就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 而且这都不算什么 我觉得更奇怪的是 有一次我在健身房里面 看到一个男的 哇 就边那哑铃边喊 喂 叫大 叫大问罪 然后呢 石炎老师就被赶出了复旦的健身房 另外就是啊 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呢 女生也应该长点心 要仔细挑选一下你的恋爱对象 比方说现在很多妈宝男 对吧 经常就会说 我妈说什么什么 我妈要怎么怎么样 我一个女朋友就是这样 她男朋友经常就是 我妈要怎么怎么样 我妈说的怎么什么 然后我朋友就很生气啊 就问她 你说我俩结婚了 你是不是还像现在这样 什么都听你妈的 然后她男朋友说 这个 我也不是很确定 我回去问一下我妈好不好 现在很多导航啊 都是由明星来播报的 比如说郭德纲啊 林志玲啊 就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嘛 但是我觉得啊 也不是每个明星 都适合做这个导航的播报 比如说你万一出一个 王子健版的 就特别容易出事 比方说你刚一进车 哦 谢谢大家 大家请坐 这样 然后呢 你开车开到一半 然后导航里面传来声音 前方路口右转 对吧 前方请执行 是吧 然后开车的人就蒙圈啊 我到底执不执行 你是导航 你告诉我好不好 给我个准信好不好 而且呢 你万一在路上 你说跟别人刮蹭了 追尾了 你下次还有跟别人吵架 这时候导航里面 还会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谢谢大家 这一游你们真好 愿你们这一游过得愉快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谢谢斯文 我们我们都知道 女人爱说反话 那有的时候呢 如果一个男的特别二 把这些反话当真了 这就有点麻烦了 来 让我们欢迎 已婚人士陈璐 谈谈他的看法 欢迎陈璐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的老公 我是陈璐 每次都要进行这样屈辱的介绍 没有办法 实际上我没有他红的 我们的主题是长点心吧 我觉得我们对女生讲的一些话 我们要长点心啊 比如说女人特别喜欢说一句话 我要减肥 我要减肥 每天都在说 但是她从来不会真正地去减肥 你会发现她会体重越来越重 大家也会经常说 什么女人胆小啊什么的 我觉得女人胆子挺大的 尤其是在她试衣服的时候 什么样的款式都敢试 不管她的身材怎么样 比如说斯文 前两天看到一件紧身裤 她非要去试 我说 哎呀 这个穿不上的 你不是怎么知道 结果一试 连小腿都穿不进去 就很尴尬是吧 结果前两天 斯文又去试这条紧身裤 就穿进去了 斯文还特别开心 我就说吧 不是 怎么知道能穿呢 我说 哎呀 你天天来试 都被你称大了三个马了 好不好 说到这个长点心呢 我觉得我们的父母 有时候也很奇葩 我们对他的一些话 也要多长点心 比如说我们前一阵 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 就是可以生二胎了 是吧 我妈就特别高兴 就给我打电话 说 儿子 现在可以生二胎了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弟弟吗 生个弟弟 妈 那是我二十多年前跟你说的 你生个弟弟谁去照顾你啊 难道叫我老婆 叫斯文辞职去给你伺候月子啊 然后斯文回到家还特别开心 哎哟 终于抱上小树子了 我跟斯文呢 其实也想过将来 这个小孩取名字的问题 因为我姓程嘛 我特别想要给孩子 起四个字的名字 比如说 成吉思汗 但是太霸气了 对小孩成长不好 但是我就想 还可以取一个 稍微低调一点的名字 还是四个字的 叫成功之母 特别低调 而且英文名直接就有了嘛 loser 而且我们找工作的时候 要长点心啊 比如说有些公司特别辛苦啊 天天要你加班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公司就是天天加班 然后很多的同事都累到了 不过那个公司是个很大的公司 他就聘请了几个全职的按摩师 给他们进行放松 效果很好 一星期之后呢 这几个按摩师 全部都累到了 我们在生活中呢 有一些谣言 我们不要轻易地去相信 比如说有一个谣言 就是关于这个吃饭的 就是说那个鸡蛋和土豆 不能混在一起吃 如果一起吃的话 可能会死人 这真的是一个谣言 大家不要去相信它 比如说现在 使言他老婆 最近也知道这是一个谣言了 所以这两天都没有给他做鸡蛋 炒土豆了 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了 其实最近还在做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程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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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说的很多都是独处的时候 你再怎么尴尬 再怎么犯二 折腾的都是自己 但是人和人交往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犯了二 就会引起很多的小误会 那怎么样不被讨嫌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来 让我们欢迎来自焦大的实验 好 大家好 我是史言 今天我之前在后台 我就跟王子杰老师碰见了 王老师就说 史言 咱俩今天衣服有点撞衫 说你这个能不能调整一下 你体现一下自己的特色行不行 我说没问题 然后就加了一个交代笑灰 之前呢就是微博上有很多粉丝 就给我们提建议 说你们这个应该每一期 男女嘉宾都请一请 对吧 这样阴阳显得不那么失调 平衡一点 我们觉得这个意见也很合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专门请到了斯文 来增加一点阳刚之气 我的粉丝团 他们这个就想定一个名字嘛 就想定一下 我的粉丝应该叫什么名字 然后呢他们有两派意见 因为我叫史言嘛 所以有一派人说 应该叫实粉 另一派人呢 说应该叫严粉 最后他们还搞了一次投票 有八票投给了实粉这个名字 然后全票通过了 我就问这八个人 我说你们为什么就不愿意 就非得叫实粉 他说因为我们实在不愿意承认 我们是你的严粉 小峰呢前两天跟我说 他说他前两天做梦梦见我了 把我吓一大跳你知道吗 然后我问你梦见什么了 他说徐阳老师 我梦见你跟我们广东那个叶问 你们两个比武特别的精彩 我说我跟叶问比武有什么好精彩 他不是一拳就把他打趴下了吗 不不不不 你们打招呼的时候就已经很精彩了 我说怎么打的 他说这么打的 这边说永春叶问 这边说交大使言 小峰 我觉得那你就 你就长点心吧 好不好 你这脑洞也太大了 对不对 这个平时你看我们这有六个核桃 你平时可以多喝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你交流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潜台词 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用一种 什么方式交流呢 就是叫做邀请型拒绝 和接受型拒绝 女生一般是这样的 在结婚之前 都是邀请型拒绝的大使 比如说你问一个女生 你说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女生都说 要不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但女生结了婚之后 一般都是接受型拒绝的大使 比如说我现在跟我老婆聊天 我说老婆 我能不能跟建国出去喝个酒啊 我老婆说行啊 你有本事现在就去啊 当然有的时候 还有一个长点心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人要学会难得糊涂 对吧 就是话你不要说得太细 我老婆呢 最近有了一个毛病啊 就是她特别喜欢唱歌 唱歌还不算 她特别喜欢把自己的歌录下来 而且她唱的又是那些什么神曲 什么套马的汉子 你威武雄壮之类的 对吧 然后前两个人出差 还说 哎 老公 你这两天想我也没关系啊 你就听我唱的歌就好了 对吧 你睡前就听我的歌好不好 等她回来了 我就说 哎 老婆 这两天特别乖 我每天都听你的歌 特别的好听 但是我没有告诉她 我不是睡前听的 我是当闹钟听的 接了婚之后嘛 就是两口子南北人吵架 但我觉得吵架这个事不太好 就容易伤和气 所以我就想啊 就是有没有一些方法 可以替代吵架 所以我最近研发出来 一个新方法 我觉得可以用 喊麦的方式来吵架 前两天呢 这个我给她买了一个礼物 她嫌这个不好看 然后嫌丑 我当时就很不爽 然后我就开始输 一人我饮酒醉 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老婆也不甘事入啊 就接上了 说两眼是毒相随 拿好榴莲自己跪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给我们分享了 在生活当中 他们特别没有心眼的 那一瞬间 如果您的交际能力 比较低的话 请把他们作为反面教材 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究竟有哪些不掌心的瞬间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粗心的人吗 她比较不长 她妈你看她肚子上都是坠肉 还要吃冰激凌 汉堡没有插电 跟我妈去逛街 然后她摔倒了 我就在旁边不停地笑 她爬起来之后打了我一个 我妈叫我给她拿块毛巾擦把汗 然后擦完之后还给我之后 我才发现我给她的是一块抹布 抹布 抹布 我妈就不掌心啊 她把我的生活费发到了家族群里面 播出十几秒钟全部被抢光了 我女友问我前女友的事情的时候 太诚实了 然后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前女友 我去别人的婚礼上 直到新郎新娘敬酒的时候 我才发现不是那一对 关键的是我的红包都给过了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六个河桃 今晚八点后 六个酒 我是王子健 谢谢大家 谢谢 刚刚那个短片里面呢 提到了很多不掌心的事 这个我们说到掌点心呢 其实是一个从古至今的话题 你比如说 中国古代就有好多不走心的人 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的帝王 叫周幽王 听过没有 风火系诸侯 不诸侯 周幽王 风火系诸侯 这个一听就是一个标准的婚君做法 对吧 但是你们想过吗 说周幽王 风火系诸侯是婚君做法的人 其实是大男子主义者 所以你换过一个角度 从女性的角度去想想 这个人爱美人不爱江山 为了哄自己的老婆 什么都肯做 是不是 自己想想 是个好老公啊 对不对 虽然不是什么好皇帝 但是是个好老公啊 这个论点是谁提出来的 就那天我们几个人在聊历史的时候 聊到这个是史严老师跟我们说的 是他老婆提出来的 并且还问了史严老师这样一个问题 老公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告诉我 如果你是周幽王的话 你会为我风火系诸侯吗 史严老师当时说 会的 然后那天跟我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 跟我们就这样抱怨了一句 我要是周幽王 我还娶他 有些影视剧呢 做的其实也很不走心 比如说大家发现了没有 就哪怕是当初最经典的 八三版的西游记里面 都有很明显的bug 就是天上的所有神仙们 都管玉皇大帝叫万岁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万岁这个词 在人间称呼皇帝 是一个美好的祝福 对吧 但对于授予天启的玉皇大帝来讲 这简直就是诅咒好吗 你这太白金星上殿 臣起万岁 有本想起奏万岁 玉皇大帝听 你说我什么 我说万岁啊 万岁 我今年是九千六百 看来朕的病也是瞒不住你们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 电视剧不走心的这个原因也很奇葩 尤其是那些号称大制作的 花了好多钱做的这个电视剧 最近有一些卫视的这个热播古装戏 我们甚至还能在里面看出抠图的痕迹 我说花这么多钱去哪了 后来一调查说是由于演员的天价片酬 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呼吁啊 演员天价片酬真的要管一管 所有钱都给演员了 那人家那些做后期的人怎么办 导演怎么办 编剧怎么办 没有钱拍摄 没有钱做后期 那你出来只能是那个效果 你们演员觉得自己脸上很有光彩吗 作为演员的代表 我坚决要求 抵制天价片酬 你们也不要管我是不是天价片酬 我告诉你 但是我现在肯定不是 我承认 但是我要跟你们说 我从来没有以天价片酬 作为我自己演员事业上的追求 明白吗 真的 我真的觉得天价片酬不算什么 我追求的是地价片酬 好了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您收看的是由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 独家冠名播出的今晚八零后脱口秀 只有你们这好 愿你们这一夜过了一块 谢谢大家 随间聊了一期 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 这些令人尴尬的瞬间 都是因为粗心而造成的 那要想生活少点二 咱们还是活得细致点 长点心吧 来 今天我们的最佳人气嘉宾 也产生了她就是陈璐 恭喜 建国的女朋友 那天用了一个新口红 然后问建国 亲爱的 你看我的口红是几号的 建国当时看着她女朋友的嘴 心里忐忑不安 颤颤巍巍地回答道 眼睛 了 8 9